柳明心念一动 毫不犹豫地从摇尖飞快取出了一枚疗伤丹药 一屯而下后 便以催剑绝 释出身剑合一之术 化作一道赤芒 紧随其后飞盾而去 说来这也是无奈之举 一般情况下 这身剑合一之术是用来追杀敌人 而此时 自己只能依靠这种方法提升盾的锁 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从此人手中逃脱 金袍少年依旧不慌不忙地紧跟在后方 突然毫无征兆地手中剑光一颤 静朝面前的紫衣少女 四平八稳地又是割空一展 柳明精神力一扫之下 不禁暗松了一口气 手中已经扣住的九尼骷髅盾 当即微微已松 而紫衣女子虽然顿速极快 也比柳明远了数十丈距离 但金色剑光速度之快 也是远超乎其想象 只是一个模糊 并诡异地出现在此女身后 近在咫尺之处 紫衣女子自然也感应到了背后的剑光的出现 虽然一百二十分的不情愿 也只能顿光一顿 强行扭过身躯 急忙袖子一挥 一叠蓝光茫茫的符露 纷纷一射而出 蓝色符露在碰触到见光之时 纷纷炸裂开来 化作点点蓝光消失不见 而这一耽搁 柳明已然追了上来 几乎便与此女并肩而行了 柳兄静硬生生地接下此人一击 果然实力非凡 此一女子看了一眼一旁的柳明 突然传言说道 柳某原先只是无意间经过此处 百姑娘所赐 现在也不得不一路逃跑了 柳明哼了一声 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 小女子本无意牵扯柳兄 只是当时情况危急万分 还望柳兄见谅 眼下不妨我二人联手 或许能从冲寻找逃脱良机 不知柳兄意下如何 贼女子文言却咯咯一笑地说道 柳明听了这话 心中一动 却并没有马上答应 同样一催法绝 提表赤色电气一胜 顿速登记快了几分 此女见柳明没有回答 并没有马上催促的意思 而是一催法绝跟了上来 就这样 二人在绵延的石林之中 一路顿逃了一盏茶的功夫 而身后的一座座山峰 则被一道道金色见光 一盏而毁 任凭二人如何施法加速 金袍青年虚影 却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 紧紧地跟着不放 期间紫余少女 曾多次放出白色小刀 化作蛟龙加以抵挡 当仍旧 只能稍稍让身后的 金袍青年顿速微微一缓 片刻后便又追了上来 六名则使用一新二用之术 边盾逃便尝试吹动裸金沙 企图将金袍青年困于沙阵当中 但沙阵还没有成形 便被青年手中金光一闪的 一战而破 此外 他也曾吹动龙虎免羽弓 可是黑色雾气所画的蛟龙与巨虎 也如紫衣女子裸羽刀所画的白色蛟龙一般 根本无法抵挡下青年的剑光分号 在二人在盾逃出 大约几十里后 赫然又来到了绵延的山脉尽头 眼前突然景色一变 是一大片荒漠般的土地 一眼望去 一心能够瞧见几块灰白色的巨石 除此之外便无任何其他遮挡物了 此刻若继续再往前盾逃 二人将在无任何地方能够躲避了 柳明稍遇犹豫过后 就猛然的又撕裂两张浮露 提表黑光一胜 顿速再一次加快了几分 紫衣女子美眸当中金光微闪 也不知施展了何种手段 董公竟然仍能够紧紧的跟上柳明不放 而金袍青年几个大布脉出口 竟然又一次的追到了二人身后的几十帐外 柳兄 我有一记或许可以摆脱此人 但需要你设法拖出欺骗客功夫 少女木然唇齿微动 向柳明传音了过来 柳明听完后略以沉吟 就微微点了眼头 此女见柳明同意 当即放慢了顿速 同时一排腰间皮带 一缕七彩霞光一卷而出 瞬间化作一只七色彩蝶的青青天鱼 其指尖之上 此蝶只有寸许之大 通体金光茫茫 双翅之上七色的灵纹清晰可见 此女单手轻轻一扬 此蝶扑腾了一下翅膀 便飞快地朝柳明飞去 并停在了其尖头上 而柳明神色一动 当即一个转身 同时一排腰间的养魂带 两道黑色雾气一卷而出 骨蝎和飞鲁浮现而出 他只是一声吩咐 二者便又化作两道黑色雾气 朝金袍青年方向 击射而去 自己则带着七色彩蝶 再次向前方破空而去 同时放出强大精神力 注意着后方的一举一动 按照紫鱼少女的计划 先由柳明派出魔宠 配合他尽可能地 拖延金袍青年一段时间 让柳明带着七色彩蝶 尽可能地逃脱 而一旦不敌之后 他便引着金袍青年 往另一侧方向飞去 然后再借助七色彩蝶的空间秘术 同样从容逃走 几个呼吸的功夫后 变化为十余杖巨大的银色骨蝶 已经挥动着一对巨敖 扑了上去 飞炉也身形一个模糊 骤然幻化出 九个一般无二的分身 紫衣女子更是单手一扬 手中飞刀就再次化为 白色蛟龙的一卷而出 这也是此飞刀 已经是法宝雏形 换作一般极品灵气的话 先前几击 恐怕早已失去灵性 不堪使用了 金光一闪 一道剑光就从对面 再次一展而开 不但瞬间向白色蛟龙 一击而碎 更是一闪的 直接冲刺于女子 洞窜而去 而就在这时 骨蝶体表 黑色灵魂一闪 一只巨鹅 化作四五丈大小的 冲天金色剑光 虚空一扎而下 砰得一身 金光一闪下 骨蝶当即被一股巨力 掀飞了出去 巨鹅之上 顿时出现了一道 仗取身的伤口 隐喻还散发出 淡金色的光晕 但此道剑光 总算被勉强抵挡了下来 这时 众飞鲁几个闪动后 已经悄然的出现在了 金袍青年四周 哥哥一声怪叫 蜜蜜妈妈的绿色发丝 击舍而出 金袍青年身形 只是一晃 登记蜜蜜妈妈的金色剑丝 向四面八方击舍而去 刹那间 绿色发丝被寸寸切断 一只飞鲁分身 更被一剑直接冻穿而灭 其他飞鲁当即一声惨叫的 纷纷化为了黑气 并瞬间融为一体 直接往柳明方向滚滚败去了 这时 金袍青年又一抬手 金色长剑脱手而出 瞬间化作十几丈大的虚影 表面金色灵纹狂闪不停 朝古蝎方向 虚空一展而去 古蝎则提表黑气滚滚翻涌起来 将一对巨凹抬起 成交叉状 仿佛打算强行接下此一击 快回来 百游让之外的柳明 见此便是一惊 心知此时的古蝎 根本无法接下这一击 急忙用神识感应吩咐道 好在旁边紫衣女子一咬牙 手腕一抖后 登记狂批出 十几道白森森的刀光出去 红的一声巨响 古蝎所在之处 金光冲天而起 紫衣少女 以仗飞刀所化白娇威能 向后飞射而出十余杖 总算毫发未伤 而古蝎一身哀悯后 其息瞬间跌落大半 并卷起一阵黑风的飞驰远去 此些街道柳明的吩咐 虽然迅速闭了开来 但仍被巨剑所释放的剑气波及 提标几日道深浅不一的伤痕 已无法继续再战 古蝎以及飞炉 两头不下于宁业后期的修为的魔宠 竟在金袍青年面前 都走不过一周 几个呼吸功夫 并双双败下阵来 在金袍青年要有下一步动作之时 一条十几丈长的白色蛟龙破空而至 赫然是紫衣少女再一次出手了 此骄只是一张口 漫天白色火焰 从口中接连喷发而出 气势汹汹地冲金袍青年一压而去 柳明将古蝎和飞炉首曲 就听到身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目光飞快地往后一扫 就看到紫衣女子赫然已经 掩着金袍青年往相反方向 击射而去 他轻吐了一口气后 速度不变地继续朝前方击射而去 眨眼间便已距离金袍青年 二百多丈远了 而片刻后 当金袍青年再次追上紫衣女子 并将手中金色零件缓缓抬起的时候 前面女子心中顿时浮现出一丝危险至极的感觉 玉蓉一变后 当即背驰咬牙 袖袍一抖地朝其寄出两件灵器 身形往后暴退 同时双目当中 闭忙闪烁不停起来 数百丈外的柳明身边 那只七色彩蝶 顿时也散发出一圈圈五彩的光晕 哄哄两声 两件灵器自爆 也只是将面前展来的金色剑光 略意阻挡 但这时 此女两手飞快掐绝 口吐一个患字 刹那间 紫衣女子身形只是一个模糊起来 便在金色剑光 堪堪抵达之前 骤然一闪地消失了 同一时间 柳明身旁的七色彩蝶 砰的一声爆裂而开 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如指的紫衣少女 显然原先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此刻驱使柳明放出魔宠 不过实习不到的功夫 而柳明也仅仅飞顿出三百多丈的距离而已 此种距离对于摆脱金袍青年仍然不大可能 果然金袍青年毫不犹豫的一个掉头 已经在此向二人大步追来 二人相视一阵苦笑 登记鼓动法力 朝前方继续飞顿而去 就这样 柳明和紫衣女子 在金袍青年幻影恐怖之极的实力压迫下 一路夺命而逃 一路上 二人值得不断地通过灵石和丹药补给法力 对于偶尔碰到的其他一些患兽 低级的就随手一击斩杀了 甚至连捡起碧穷珠的机会都没有 对于碰上一些化精漆的妖兽 则随手抛出几件灵气自爆 以便方便自己逃顿 好在这些患兽虽然修为不入 但顿素与二人相比 确实慢上了不少 没过多久 便可轻易甩脱了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片空间仿佛真的无穷无尽一般 竟始终没有飞到尽头之处 见到其他大厅石门 金袍青年则不紧不慢地跟在二人的身后 一直保持着几十站的距离 偶尔隔空展出的几道剑弓 就让两人大为的手忙脚乱一番 柳鸣此时暗自叫苦不迭 须迷戒中几十余剑用来炼制的灵气 一日之内竟只剩下了寥寥数剑 不知还有一路逃顿到什么时候 如此一追二逃的情况 转眼间就持续了一整天 一日之后一片乱石林当中 柳鸣二人所画正在一片巨大的石林中穿梭 身后一道的金色剑芒紧追其后 不时传来砰砰的爆裂之声 突然柳鸣感觉到 不远处赫然有一丝异样的灵气波动 心中一动后登记毫不犹豫的立刻调动 击视而去 紫衣女子见此虽然有些诧异 但略以犹豫后同样跟了过去 然而二人尚没有走出多远 前方不远处一座巨大的石柱后 人影一闪竟飞出了一名二十来岁 长相清秀的白袍少年 白袍少年转手看了看柳鸣二人 急事而来的情景后 鲜水清马上身形一晃 出现在了一侧十几丈之外处 满脸的警惕之色 但柳鸣二人根本没有丝毫停留之意 只是顿光一闪 就从其一侧疑虑而过 这都让白衣少年为之以待 目光一转后 立刻就看到了后面的金袍青年虚影 并在其面容上一扫而过 随之脸色一下大变 金烈羊 白袍少年失声喊出了一个名字后 想也没有想的口吐几句隐晦的咒语 他体内立刻一阵爆竹般的闷响 身形瞬间狂掌背许 体表生出一片片银色硬毛 同时食指尖尖 口中獠牙毕露 眉宇间浮现出一个淡淡的王字 竟化为半人半虎的模样 少年赫然正是一名妖族 而其一变身后 当即立刻一声低吼 变化为一团黄光 同时向柳民二人腾空积涉而去 他很清楚 是有何面前两人待在一起 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这时金陶青年虚影已经一闪而至 眼神微微一斜 望向了妖族少年所化顿光 紧接着一拍手 又使一道金光王门的剑光隔空斩去 显然这时 妖族少年也已经成了其目标之一 与之前的剑光不同 此剑光在虚空中一闪而消失后 就出现在了十余杖外 接着在一个魔虎 又出现在了更远之处 如此几个跳跃过后 金色剑光便出现在妖族少年的身后处 并狠狠一战而下 妖族少年一声低吼 猛然反手一抓 当即一个白萌萌的光爪 就撞在了剑光上 一声轰鸣 妖族少年在身后爆裂波动中 一个亮枪的向身后滚出了树杖远去 但伸行一眼后 但马上提表黄光一闪的 继续向前批命而逃 原来这幻影竟然是金烈阳所留 一旁的洞光当中 紫衣女子转手看了一眼后 喃喃了两句 但脸色明显有些发白了几分 金烈阳是何人 父亲柳明是何等耳力 一听此话 登记眉头一皱 传言问了一句 你身为太清门弟子 竟然不知道此人 他是太清门万年以来 唯一一名以宁夜镜 成为的真传弟子 也是现在太清门真传弟子 排名第一之人 七百年前 他也曾经闯过这壁穷幻宫 这人形幻兽 尽其复制幻影 怪不得这么恐怖 紫衣女子见柳明 竟丝毫不知 面露一丝亚色 竟不再传音的直接说道 柳明听了这话 自然大吃一惊 但还没有等他回答什么 班尤少年带着一连串残影 晃动了几下后 竟然出现在柳明和紫衣女子的附近处 并冷哼一声的 也开口道 何止如此啊 此人甚至曾经有过和天性老祖交手 还能全身而退的记录 即便是宁夜七十的幻影 我们三个人联手 也根本不可能是其对手的 他也是当年 那届壁穷幻宫闯入者当中 唯一一个走到最后的人 其他参赛者 均都被其直接重创 传出了壁穷功啊 柳明听到这里 正是心中一片骇然 这等人物竟然与自己出自同宗 但自己进入太清门 已有两年有余 怎么并没有听说过此人的名号啊 感谢收听摩天记